反活摘要立法 反活摘要立法 国际人权日前夕 台湾跨党派立委响应国际 宣告启动反活摘器官的立法 并呼吁全球共同制止 活摘器官的反人类暴行 那现在全世界都在 这个活摘器官 违反人道的形式罪化 那包括美国以及世界各国 都在推动这样子一个形式 罪化的一个法案 那台湾我们当然也义不容辞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在这一年之内 希望能够再沟通各党派 来把这个立法来完成 根据健保资料库分析 台湾1998年到2007年期间 共有1919位境内胜移植病患 却有高达2284位 胜移植病患前往境外手术 其中九成前往中国大陆 然而中国器官来路不明 不少证据显示 中共强摘活人的器官倒卖 我们希望是在自愿的情况底下 来进行器官据证 我们希望在合法的情况底下 来满足病患的一个需求 而非去加害这个活灾器官的一个保险 这个反活灾专法的拟定 老实说相对而言有一些晚 自由民主国家 我们来阻挤这道国际的一个 法律的一个防火墙 国际间的一个大家彼此的一个合作 那就确保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有办法来终结 这么恶劣的一个 反人类的一个罪行 然后交换资讯 形成一个全球的一个法律网 然后共同的来惩治 惩治还有就是说 也是预防 这个活灾器官的一个各种暴行 长期关注此议题的 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建议 打击及防治活灾器官罚草案 因纳入即使在中华民国领域外 本国人外国人及大陆地区人民 犯活灾器官罪时都适用 并且免除追溯权和刑刑权的时效 因为它是一个国际人权的法律 换句话讲 所有的加害人 不管你在天涯海角 你犯了活灾器官的暴行 只要我们证据充足 都可以用这个法律 起诉跟法办 这是一个全球反活灾立法活动 包括英国美国欧洲韩国等多国议员 与人权活动家透过影片发言声援 身为民主前线的台湾 目前已有至少26位跨党派国会议员 联署支持提案 包括民进党 国民党 时代力量无党籍 反活灾要立法 反活灾要立法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一豪 郑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 反活灾要立法